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国有一座被称为北方粮仓的城市 但不在东三省内 就在河北 这就是石家庄 它是一座省会城市 很难与农业联系在一起 而我国的东北 土地肥沃 根底面积广 所以粮仓二字 更多的形容的是东北城市 石家庄临近渤海 地形复杂 横跨太行和平原 这里的东部是平原 海拔较低 石家庄的主要河道有六条 水域面积三万多平方千米 此外 城市的地下水资源也很丰富 因此当地的四季气候变化明显 夏冬两季的时间长 春秋短 这里的降水量很多 多达700多毫米 日照充足 因为气候条件的原因 这个城市产优质玉米 当地的麦子 棉花和核桃等品种多 种植面积也非常大 这里是我国的主要农产品生产地之一 农业生产借助科技帮忙 因此生产规模居于国内重点城市首位 当地野产有着小麦 所以被称为北方粮仓 石家庄的旅游资源很多 有著名的西柏坡 这是5A级景区 此外 这里还有古城和古寺等多种景区 这个城市最有名的景点 自然要数赵州桥了 它是县村时间最久的古桥 技术水平极高 这里的消费不高 游玩的话也不用花太多钱 小伙伴们想来石家庄玩吗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卡爱梦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